兄弟们 这回休克出去了 我居然被日本的京都府厅给邀请了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在京都的街头上偶然认识了一位日本京都的小哥 我跟他说 我们是做抖音短视频的 他说可以带我们去当地了解了解 我当时也没多钱就直接跟他去了 他还给我买了一张清水室的门票 先是带我来逛了一下这个清水室 他看我日语不是特别好 还帮我叫了一位翻译 然后说要带我去一家这边特别有名的磁吸店 我知道来京都一定要逛的当然是磁吸 京都代表性传统工艺品之一就是清水烧 这是一家隐藏在京都居民区的民间工坊 他们是在日本搭乘初年就开始创业了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他们家全部的磁吸都是手工制作 真的每个磁吸都是精致而又优雅 店里的师傅说可以让我动手体验一下 是一个4000块钱 让我给整包会了 好 这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帅 师傅就放我走了 京都小哥帮我叫了一链d4 又来到了一家店 这是一家京都很有名的由熊野工匠打造的化妆刷妆门店 这样的刷子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犀利 不管能洗出脸上的一些这样东西 还能给脸部按摩 洗完之后感觉皮肤特别干净 特别光滑 然后当时我就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 回去的路上小哥也帮我叫了d4 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 这小哥现在又要带我去哪里 我当时也是非常的担心 但是接下来的事真的让我意想不到 他们跟进去人会合三年之后带我去了一栋比较有历史性的大楼 看在墙上的汉字应该是一栋办公大楼 当时他们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 进去之后我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京都的京都府厅 旁边小姐姐一个劲的给我翻译 她说这是一般游客都进不来的地方 原来是因为疫情游客比较少 京都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旅游城市 这次见面就是互相认识一下 这也是一次很珍贵的体验 也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让这种美丽的城市再重新热闹起来 我没想到我一个小小的抖音博主居然会被日本的京都府厅给邀请 笑我的时候他们又带我看了一家特别有名的瓷器店 这就是京都清水烧特色之一的真葛烧 这次接待我的就是他们店里的老板 描了一眼他们店里瓷器的价格 赶上我一年工资了 简单的说 其实他们家的每一个产品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 你们看这一个茶具 他已经破了一个洞了 还卖了8万块钱一个 老板说这个产品在中国也被打死过 听完了之后 我感觉我也是越来越名善的京都的供应品了 没人住又买了一堆 来京都逛逛过几次 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了 这次总算知道了新京都的一部分 真的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旅行 路的时间8点钟 我下班了 刚好这个时间也是超市里面卖打扫便当的时候 这街上到处都是充满了诱惑的味道 我的肚子现在已经咕噜咕噜叫了 本来想到去外面吃了 但是想一想我最近东京每天 新增2万多个人 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去买打扫便当吧 西游超市 这个超市跟我的名字有点像 拿个篮子开始站 不多说了 咱们一进超市直接奔便当区吧 哇 准备前了 今天的便当还剩下这么多 哎呀 兄弟们 这是来找了 便当还没打托 难怪还有这么多呢 这打托标题都没贴 看得出来啊 兄弟们 这附近的人都还在观望 算了 我就先下手为前了 这个好像是有打的 虽然说有点傻 但是感觉是新款 来一盒吧 看来这边的砸死挺受伤的 这都是炸的东西 我们来的这个炸的生蚝吧 往上来买便当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你们看这个炸的鱿鱼配的秋葵 再来一个 感觉这已经够吃了吧 兄弟们 咱们能吃多少买多少 不能浪费 再来一个这个小酸奶 有助于饭后消化的 看到这一排排的小汽水没有 我们再来一瓶这个芬达汽水 饭后呢 咱们必须要来点小水果 这在日本还是老太太有钱 草莓都是拿最贵的 来看看这个草莓多少钱啊 一盒草莓接近是人民币40多块钱 我还是买这旁边的这个 这一个的话是30多 今天这顿消费一共是100多块钱 相当于是在日本打工两个小时的工资 到家了 这该时的口罩终于可以摘掉了 吃饭先洗手 病毒不会有 来兄弟们 给你们看一下我在日本100多块钱的晚餐 你们看这一盒日式便当 这里面有一大块鱼 还有这个红薯和这个鸡蛋糕 这是刚才买的这个炸生蚝和鱿鱼 换钱必须先要喝口水 这样子才能吃在家饭 来尝一口这个炸的生蚝啊 哇 满满的大块鲜蚝油这里面 这个有点不像是鱿鱼啊 鱿鱼哪有这么大块块的 我也不太确定啊 咱们尝一下 嗯 是鱿鱼块啊 这么大块的鱿鱼啊 听听听听 这个饺子太爽了 得配上这个猪肥一起吃 真是太美味了 咱们再来尝一尝它 这盒便当 我先来尝尝它这个鱼 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鱼 我也没吃过 没有吃 里面完全没有吃 很鲜 太好吃了 这是那个玉子汤 一口就大了 这个最后咱们再尝一下这个30块的草莓 我要吃草莓得先吃草莓尖 嗯 一个人吃饭 真是太爽了 没人给你抢 草莓尖永远是我的 嗯 前两天去京都玩了一次 说真的来日本六年 做新干线的车数我还没超过三次 做新干线之前呢 按照流程都要先来买一个便当 啊 兄弟们 日本的便当真是好看不好吃啊 来一个这个吧 这个国旧版的 国旧版 现在这个还是右上一个 日本新干线的便当是啥味 我们去尝一尝 兄弟们上车了 小姐姐真好看 哎呀 我去兄弟们太温柔了 小姐姐是看不饱的 还是得吃便当 在日本的小便当做的就是特精致 每样东西就给你整那么一点点 就这份便当有9个菜 你们就说你们在国内吃9个菜得发多少钱 就我这合并呢 发掉我60块钱 马上到 吃饭便睡一觉就马上到京都了 但是就在下车出站的时候 我那个新干线的票丢了 然后我们去问了这边的列车员该怎么办 就是有人寄过来了 是吗 已经捡到了 刚到 京都 然后我那个票丢了 然后刚才跟他说 他说 要一万三才能够再出去 就现在差不多要一千块人民币 才能出去 然后呢 但是他说有人找到那个捡的那个票了 然后 让我们去问一下看看 最后列车员呢 帮我丢了那张票给我找到了 那你怎么办 还好是有人捡到了这个票 然后呢 给我送到了这边 现在可以出去了 京都大大的良民 兄弟们 我前两天在日本钢琴店洗的衣服居然给我洗坏了 这不快过年了吗 我把一件刚买的原服拿去日本干洗店干洗 没想到我今天过来拿的时候这个衣服都已经变形了 里面的毛都一拖一拖的了 然后这衣服外面的皮都已经缩水了 而且这个衣服的缝里面还有很多那个粘东西 这是洗过的吗 他说还要再给我洗一遍 我是真不敢给你们洗了 后面这个字母的标也洗坏了 整个衣服就是完全变形了 本来当时是想直接穿着走的 但是一想这衣服这么贵我拿回去基本上就不能穿了 我回来研究了一下 其实每件衣服都有个这样的标 然后每个标的上面都会明确衣服的材质和洗衣的方法 我当时洗的时候他们也有认真的检查问我这款衣服是不是羽绒的 他们检查过后跟我说这款衣服不是羽绒的 就按照普通的衣服给我收了 当时是发了1000块钱的干洗费 折合人民币60块钱 我当时也挺当心的 但是也没多想 因为日本人坐车都是比较谨慎小心翼翼的那种吧 而且他们还是专业做干洗店的 应该比我懂 所以当时我就洗了 然后我让我身边是比较好的朋友给他们解释了这个情况 然后他们说如果要赔偿的话 还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还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赔 兄弟 我这15000多块钱是不是打算飘了吧 我可一次都没穿啊